他说明年开始月供股票 每个月就供5,000港元 他说有没有推介呢 他最主要是想存钱 他说预期一年回报也不贪心 5%左右 那有没有建议给他呢? 一年回报5%左右 还有要用月供的方式来处理 比较好是 如果你是拉长一点来看都会发生的 我觉得其实可能你暂时的情况可能是一半一半 如果可以混合美股的话 一半一半一半是港股的 可能你问我 我觉得盈闊基金也够了 都不用搞太多东西 那另外一半可能是SPY 用这个比例做住才会更好 因为尤其是 你始终看明年港股 你觉得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好 你滩到很长 在说滩五年以上 其实现在这一下应该都很难 如果你五年之后的港股 比现在的水平更低 都会有些大势 或者是绝对可能发生一些我们都遇见不到的事情 令到整个质地变得很大的分别 但是暂时看不算太重要 有这样的空间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说你工 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认识的 其实你工 月工 可能暂时都可以知道这一部分好一点 但是尽管试一下这样的做法 试两年 然后试试一下表现 再看下怎么变不变真 是的 我们有一个嘉宾都会建议 投资者月工这个港交所 你又觉得好吗 其实 月工港交所 如果月工港交所 就工少一点 是的 你也不是太看好 问题是 其实港交所 就算大家每次都会套些不同的故事 比如最近就会套些不同的故事 有几百间 然后就诸如此类 但是其实说到底 如果我们用数据说话 统计来说就是长远 长期而言就是 其实港交所都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痕子 嗯嗯 如果要做的话 就不如凝复了 不是的 可以买但卖小一点 就是因为他要用得多一点 你买倫的钱是不会买得多于政府 是 对 对 就是这样 好 没事 好 不是 我在这边 找段 ar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